中华队U18世界杯青棒代表队和美国双重赛第一站派出林安可挂帅先发 他展现今年玉山被明星球员投手奖的好身手 连同这次让打者起初飞球遭到戒杀 一局上就来个三上三下当作见面礼 但是美国先发投手Petro也不是省油的灯 这球让第三棒的张优明汇棒落空只能下台一鞠躬 比赛前半段形成投手战 两队都无法越雷池一步 但是昨天单场三之二的张优明不甘心这样的局面 他在六局上带头发动攻势 面对第二任中级的Reggie Lawson一棒扫出中外野平非安打 接着陈虎在追加中间方向的深远安打 张优明连靠三个雷包回来得分没有问题 中华队率先打破鸭蛋 接着上场打击的深浩尾延续气势 这棒咬得很扎实 小白球落在两位野手之间又一路滚到拳内打墙边 不但帮助中华队再下一撑 深浩尾也以扑雷的方式攻占上三雷雷包 最后教练团又祭出突袭的强迫取分战术 中华队攻下第三分 除了打线有发挥 三位投手林安可 郭立伟 尤廷薇也表现出色 合力投出七局只被撬出伍之安打50分 最终中华队就以3比0玩封美国拿下5场的胜利 至于完场的比赛 美国虽然率先在一局上攻下一分 但是台湾小将下个半局马上加倍奉还 无人出去一二雷有人 林承飞面对美国先发投手Kevin Gennady 一棒扫穿的三游方舰顺利送回一位队友 而且中外野手在接球时就漏了一下 中华队不但扳平战军 还形成二三雷有人的局面 身后尾急出内野滚地球尽管被刺杀 但是三雷上跑者回来得分没有问题 帮助球队反超比数 最后林安可也没有漏气 投打居家的他也补上带有打顶的右外野安打 台湾好手打线一旦爆发就停不下来 这个半局靠了六支安打串联攻下五分大局 但是美国不甘示弱 三局上吹起反攻号角 在一出去后塞满累包 Nick Kutana把握机会 一棒把先发赖志远的球打成右半面的 平飞安打带有两分打点 随后全队再添三分 三局打完反倒以六比五反超 但是中华队可没被吓傻 下个半局靠着安打串联 也形成满累的大好机会 江博豪敲出滚地球 二类手第一时间没把球接好 虽然刺杀了打者 但是中华队还是成功攻下追平分 来到四局下半 台湾好手攻势在起 五人出去二三雷有人 林安可这球尽管是挥棒落空 但是捕手却没接好形成不死三阵 三队上的林承飞快马家便跑了回来 攻下中华队的第七分 再加上阶梯投球的吴承玉和张朝胜 有效压制打者 中场中华队就以七比六击败 美国双重赛两场全胜 未来体育新闻综合报道